其他中醫病因 在中醫病因學範疇內,除了外感六任及內傷七情, 其他必須考慮的因素如體質、生活習慣或意外亦是重要條件。 體質 主要指個體素質的差異,中醫學認為正氣不足是發病的內在重要因素, 而正氣取決於個人的體質。體質與先天品庫有關,即父母遺傳的元氣或先天之精。 史後代的先天生理結構具有不同特點,例如性格有光強柔弱,體質強壯瘦藥,身形長短, 功能活動偏陰偏陽等,因此發病情況亦有個體差別。 先天虛弱狠易受致病素因影響,所以更應小心避免一些潛在性因素。 生活習慣 飲食、工作和休息等生活習慣,是人類賴以生存和推遲健康的基本條件。 如果這方面失調,就會影響生理功能,降低身體抗力, 這方面的研究如今已成為西醫學焦點。 工作與休息 中醫認為無論體力或努力都應維持適當地運用,使身體氣血流通, 保持生命活力,休息可消除疲勞,恢復體力及努力,長期過度勞累或過度安逸都能有化疾病。 努累過度,包括體力過度, 用腦過度,性生活過度。 過度勞累傷氣體力過度 長期體力勞動,不僅使肌肉骨格勞損,更加耗用氣血,導致精神疲憊及消瘦。 身體抗力日差,例如運動員進行密集的體能訓練,看似體格強壯,其實很容易受傷及感染。 中醫認為這種密集訓練,耗損神經,形成慢性氣虛,以值得注意的事。 雖然很多中國強身運動如氣功或太極,並不如西方運動般劇烈,但符合中醫養生保健概念。 與西方運動員比較,這些鍛鍊人士往往更健康及長壽。 用腦過度 中醫認為思慮太過,主要對心及皮造成損害,思慮視皮的情緒,而心負責神之活動。 因此用腦太過,影響心及皮的功能,出現心跪、健忘、失眠、多夢,以及消化不良症狀如無食慾、腹脹、腹射等。 性生活過度 神臟負責處藏精,正是生命的基礎物質,不宜過度耗蝕。 性生活不節制,耗用過多神精,臨床上出現腰失酸緣,魂怨以名,精神偉美,性功能減退,或遺症、早舌,甚至陽偉等病。 安人接過度 指精神思維或體力勞動方面長期不運用,人體每天需要適當的活動,氣血才能流暢, 否則導致臟腸苦運作不足,表現無食慾、佛力、精神不振、肢體軟弱,或發半臉腫腫、活動時感到心貴、氣喘及出汗等,或計發其他疾病。 飲食習慣 飲食是中醫診症的重要考慮因素。飲食是攝取營養,維持人體生命活動不可缺少的物資,但沒有節制,不清極及偏食,是導致疾病的常因。 食物靠皮為消化轉化為水谷精微,再由肺臟輸送全身,不良飲食影響消化吸收,不但氣血生成減少。 中醫認為還會形成內濕、談飲,再轉化為熱邪,或變身其他疾病。 中醫注重飲食的中庸之道,均衡規律是基本要求,飲食無規律,或過激過飽,例如進食過多冷凍食物,可以導致痰濕病且產生及積聚。 以外,太過肥膩飲飲食,容易產生內熱,引起膿腫瘡毒,進食腐敗變質食物,會引起中毒症狀,飲食偏試包括偏涼、偏熱和口味偏試,請參考中醫飲食保健,也引起某些營養缺乏而致病。 意外,這方面包括跌打創傷、燒傷、重獸咬傷等,視乎情況而有不同的病情,輕者引起皮膚肌肉組織破損,造成出血、腫痛、骨折或脫扣等,重者可損傷內臟及經脈,造成撞腐出血、乳血、功能障礙,甚至死亡。 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